唐尿病友 唐尿病友透过舞蹈表演展现其心控堂 也能豁出缤纷人生 台湾基层唐尿病协会举办2023世界唐尿病日 第二届长寿幸福杰出成就奖章颁奖典礼 表扬长期勇敢面对唐尿病的病友 知名口琴音乐家张竹亭 10岁就读小学3年级时 就检查确诊为第一型唐尿病 已和糖尿病共处30年的他 认为糖尿病不可怕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只要好好控制日常生活也能与常人一样 台湾是一个美食天堂 真的很多东西都很好吃 然后我觉得控堂对于我来说 我到现在还是不断的必须要一直缺席 然后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我们可能看得到的一些食物 他可能就是知道一些精致糖 或说有些淀粉碳水化物之类 但是有很多的料理它是隐藏的糖类 它隐藏的会让你血糖会变高 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去靠一些经验法则 或我们每次就是有回诊的时候 跟营养师这样请教 跟一些护理师请教 所以我说这个控堂应该是一辈子的课题 那你还是可以享受美食吗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我们像第一型我们打胰岛素的就是说 我要能够去抓到就是说 我今天吃一块蛋糕 然后它我可能血糖会升高多少 我必须要用多少的胰岛素去把它压下来 对就是去抓那个平衡就对了 因为我们是希望血糖不要忽高忽低嘛 对然后那你说当然有时候会不会有失准的时候 会当然会 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就稍微记起来 然后就是下一次我再遇到差不多的分量 或差不多的食物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我胰岛素可以怎么样去做调整 哇伯伯最近血糖不错呢 那你再去吃什么 我喝牛奶会破罗面包 会破罗面包 没破罗面包太甜了 是哦 哎呦 厉害啦 护理师还打胰岛素不敢打啦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李陶骏表示 台湾各类药物都有 但不少病友对药物存在错误观念 例如认为吸药长期服用会伤胜 且糖尿病照护不一定要去大医院 基层诊所也能助糖尿控制达标 就是说我们要宣导的是社会正向的力量 然后破除一些糖尿病的迷失 迷失就是说我们打针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跟打毒药一样 或者是吃药会造成身体的不适 这些就是给一个正面的宣誓 医疗总治刚刚提到 这个各项品质支付计划这个都有 而且现在有所谓的巷弄长照站 这个基层院所也可以执行 那还有什么 像领法健身俱乐部这个也是 那甚至有所谓运动跟科技计划 所以在这里面做健康促进 这里面其实基层的角色也很重要 大家了解糖尿病是过去几十年来 在翻译上面大家到最后就觉得 这个其实好像怪怪的 有个尿字 其实所谓的糖尿病就是血糖高而已 就是血糖高嘛 那高血糖往往其实就是不会单独的存在 那高血糖它其实会合并且高血压高血脂 这些等等这些共病一起存在 那可以好好地做所谓的诊治 可以好好地做为维护 可以好好地有所谓的生活品质 台湾基层糖尿病协会希望透过颁奖表扬 模范病友与照顾者 藉由真实案例分享 激励糖友们与家属们正向面对疾病 倡导正确的照护观念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